现代人对饮食相当重视 但是在油品方面的认识却不太充足 常常导致油品误用危害健康 在高雄有间油品企业就提倡吃好油能够养生的理念 并且将这些好油透过公益活动分享给大家 过去台湾曾经有油品食安风波 让许多民众至今仍对油品不信任 高雄有间知名油品企业看见民众的不安与担心 因此致力研发健康好油 希望让民众安心用安心吃 也希望用产品来导致民众对油品的观念 发生食安问题过 当然我们对于食安的 我们每一道的检验的方式就是从 例如从进口原厂他们提供的报告 海关会检验 然后到了我们工厂 我们会再拿出来自己做自主检验 会有基本上有三道关卡 在检验我们的油的品质如何 很多其实无名病都是因为吃出来的 吃错东西或者有使用方法错误 而导致产生很多无名病 所以我们董事长一直在教育 这个油品油品很重要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使用方式错误 有些油它适合耐高温 有些油它不适合耐高温 但民众习惯一油万用 我就买了这支油 然后我就厨房就一支油 但这支油它可能适合做沙拉酱 例如沙拉油 沙拉翼油它是做沙拉酱所使用的油 不是用来叫你炒菜炸东西用的油 民众的观念 所以厨房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厨房要准备两三种油 第一个适合高温的 第二个适合做凉拌的 或生饮的 这样会比较 而有些民众认为不吃油才能长保健康 那就大错特错了 集团总经理张佑仁表示 要维持健康不是不吃油 是要摄取好油 这样才能代谢掉体内的支容性废物 而他也提到自己与父亲 每天都生饮自家油品 用好油养生 其实人每天日常生活中 万物都需要喝水跟喝油 例如手脏了 你要用水去洗 脸脏了 你用水是洗不干净的 要用肥皂洗面皂 为什么 因为肥皂洗面皂里面含有油 所以水溶性的垃圾要靠水去清洗 油溶性的垃圾要靠好的油去清洗 那体内呢 体内也是一样 每天要喝干净的水 去清洗水溶性垃圾 每天要喝好的油 才能清洗掉我们体内的油溶性垃圾 秉持着做好油的理念 集团在做工艺的心也不弱人厚 持续与创世基金会合作 举办许多工艺活动 集团董事长张登旺说 帮助弱势回馈社会都是应该要做的事 因为我们有能力 所以更应该帮助别人 因为我以前的经验 我们太太也生病过了 只照顾我们太太 就照顾到 感觉不知道要如何 就很辛苦 像我公司如果贪钱 我们要拿一部分出来回馈社会 去帮助人去做救责 或是去布施来做一些 这些更有意义的 做好油行好事 照顾到每个民众的健康 是集团最大的目标 另外他们也要提醒民众 在使用油品时 要注意每个油品的使用方式 吃得开心之外 也要吃得健康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导